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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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新出的 芬腾3s1的遥控改装 这款 和标准版 分成3s 是一样的遥控器 但是 型号不一样 所设置的方向也不一样 然后抓住 它的后盖跟前盖 打开 从底部先打开 左右放 瞄动 把后盖打开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内部的架构 和 标准版的架构是一样 标准版只不过 是把这个 中间这个5G的天线 再拉到最后 它把5G的天线 拿到边上 公方版可能换过了 就这一点不同而已 其他都一模一样的 还有一点 就是它现在的iPad 没有打胶了 标准版是有打胶 那没有打胶 我们改装起来也就方便了很多 我们先把iPad的扣去掉 这还有个脚步 我们首先可以先把 先把电线去掉吧 这样安全一点 这样安全一点 电池先去掉 脚步 贴这两个东西的可以先去一下 把iPad取下来 把iPad取下来 然后我们把 这两根多移的线 把它盘起来 iPad接母的支架 把它取出来 先套进去 这里 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白色 白色属于中间5G的这根线 中间的部分 所以白色我们需要 扣在 上面的这个iPad 还是 这里上面 就注意这一点 屏换按进去 灰色跟黑色 上面 中间的 上面中间的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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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是黑色 好,我们按好了 大家再看一下 白色上面 因为是中间的 然后下面是灰色跟黑色 注意颜色,不要搞混 先走一下 原来的胶布 需要 就把它再贴一下 OK 这样子基本上我们就 盖完了,可以把盖子 给它盖回去 注意我们把电源插回去先 好,可以用来 现在有些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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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样子这个分腾三S1这款的遥控器 我们就改装完成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